抬头往每一家的窗户看过去 无论是熟悉的卡通人物玩偶 还是各个颜色的小熊全都映入眼中 原来会有这样的布置 正是因为武汉肺炎疫情 让许多小朋友们都不能离开家太远 在有限的距离里 和父母一起在社群走动时 希望能透过这样的寻找小熊运动 带给小宝贝们一些些心理安慰 因此在世界各地 芬兰 伦敦 美国 印尼等地 获得全球人民热烈响应 而这个运动是由英国儿童书作家 罗森发起 就有家长提到 在窗边放毛绒玩具 每天和孩子一起变换展示方式 还可以附上幽默又富有教育意义的字条 给成年人看 觉得对社区更有归属感 而孩子帮忙构思怎样摆放玩偶 在居家抗疫时 有这样有趣好玩的事情可以做 让孩子们也可以暂时不去想 疫情造成的焦虑不安